热八九神八 革命组长每次给你爆萌料 今明最想知道的 明星们变美秘密 本期就来叭一叭 女真第一大美女 唐一新 唐一新心气中的短发造型 又被网友夸了 既可爱又扬眼 然而万万没想到 专业就从现代到了古代 还是女真第一大美女 虽说唐一新也算是美女 但要说演角色美女 还是差了点意思吧 她和小花扮演过大美女的 要么是刘亦菲这样 掀起飘飘的小龙女 要么是纳扎版 美艳十足的貂蝉 亦或是大秘密 扮演的四海八荒 颜值第一的白衔 还有三国著名美人 真福 隔壁去族的第一大美女 画风都是让人很惊艳的 虽然扮相不及80年代 角色美女王总贤 林青霞那么大气 单说颜值还是让人信服的 然而唐一新扮演的第一美人 怎么看都不让人惊艳 配上两个丸子头的发型 反而有点像米奇 其实也不悬怪发型 颜值bug才是不像 角色美女的关键问题 唐一新笑起来 比较有特色 甜美是她的标签 主要原因是她脸上的梨窝 致使甜美 不能遮盖她的颜值bug 眼睛比较小 人中比较短 再加上笑起来 下巴比较长 下颌比较宽 目光看起来 分散开来 显得脸盘有点大 唐一新的苦相也并不太好 打光稍微不好时 就会暴露下颗宽 颧骨突出 脸颊凹陷的问题 面部线条不太流畅 不过在正常光线下 可以规避这件问题 因为不用PS 她的脸部脂肪 已经很饱满了 所以长相甜美的她 更适合演一些 小巧伶俐的角色 例如浪漫无奇的天灵儿 活泼可爱的侠女善盈盈 有些刁蛮任性的 奇贵人也很相符 从你来说 唐一新还是很了解 自己颜值定位的 想知道唐一新 全脸调整了哪五处 才变美的 关注公众号更美 你就知道了 下载更美APP 还送唐一新同款变美项目